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不太指望看什么技术的 当初那些惊世骇俗的创意如今也普及了 那就剩下看故事的消遣性了 结果《银翼杀手》作为传说中的神作 故事讲的能直接把新观众鬼看得睡着了 当然会引发口碑的两极分化 跟《银翼杀手》童年的阿基拉也有类似的情况 今天我们就继续说说 除了画面和创意把动画的加成也去掉之后 阿基拉剩下的部分和神作的关系 首先阿基拉是个日本战后特定时代的产物 它的故事很简单 就是获得超能力的少年力量吃酷 把东京炸了几次的故事 它的主线不是英雄爽片 什么复仇之路爱情故事少年漫画那种又燃又热血的东西 它都没有 漫画被评论家认为是次要情节太多 主线不清晰 情节更简单的动画 不少人似乎也没看明白作者到底想说什么 至于很多人喜欢提的什么奥运会预言之类的 这基本上就是凑巧的噱头 创作的角度看是细枝末节 阿基拉来自于一个大有克阳自己都没想清楚的故事 上期说普德之处的时候提了一句 说火球是大有克阳影响一代漫画家的重要作品 不是阿基拉 为什么呢 火球是一个1979年发表的短片 阿基拉的各种元素包括兄弟情义 民众大公司政府之间的对抗 超能力 以及毁灭城市的大爆炸等等 火球里都有 本质上火球是阿基拉的草稿版 大有克阳自己的采访里说了 火球画到20页的时候火球厌倦了 由于没有计划好 不得不在50页的时候使用不理想的结局 可以说 阿基拉就是因为我对不得不提前接触火球感到沮丧诞生的 大有克阳之前的访谈也提过 他这个人喜欢表达自我 对完整的故事性传统的故事展开的结局 并不是很在意 还嫌传统故事太无趣了 所以阿基拉就是由这么一位有放飞自我倾向的艺术家 从一个连结局都没有想明白的漫画里发展出来的 咱们读整了 如果觉得故事不行 我想说到这儿大家应该也容易理解了 故事的大有克阳的创作体系里 优先级确实不算高 那故事不讲究的话 我们再说说阿基拉讲的主题 上回我们提了一下西方文化对东亚文化存在驯化这个现象 其实日本民间对美日关系思考由来已久 漫画界的老艺术家们早就在作品中反映过类似的问题 说个可能知道的人不多的事情 首种志虫正是连在阿同墓之前 曾经有过一个适水型的短片 叫《阿同墓大使》 日本著名的漫画评论家大总英智就写文章分析过 他说这个故事是一则预言 作为一名无法长大的孩子 阿同墓渴望与入侵者进行和平谈判 并借由他的机器人身份 阿同墓向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式 所有这些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外交 然而更值得密切关注的是结局 外星人达成和平之后 送给阿同墓一张成人的面庞 显然我们不必深入阅读阿同墓大使 就能察觉到 这是日美和平条约与占领下日本的预言 1951年 广州日本人爱戴的麦克阿斯法发表了著名的 《日本人精神年龄只有12岁的言论》 并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 1952年的阿同墓开始连载 阿基拉的主题也是由这种反映日本外交关系的元素 加上民间运动、日本安保条理等等一系列东西堆起来的科幻故事 阿基拉里边 日本政府和科学家们为什么这么执着想让一帮孩子有超能力呢? 其实就是为了自己拿到超能力摆脱美国的控制 只不过这个操作玩崩了 把东京炸了好几回 大友克强在访谈里说 我想把这个故事设定在一个类似于二战结束后的日本 一个重建的世界 受外国政治影响前途未卜 一群无聊而鲁莽的年轻人在摩托车上互相比赛 阿基拉就是我自己十几岁时候的故事 改写成了《发生在未来》 在创过这两个主要角色的时候 我并没有想到太深 我只是预测我年轻时候的样子 这些想法是自然的从我自己的记忆中涌现出来的 一些评论家认为呢 阿基拉虽然围绕着超能力主题展开 但是主要关注点还是个性、社会压力、政治阴谋等等 阿基拉是战争和战后经历的直接产物 所以我们从以上这些访谈评论可以看出来 从首种之虫到大有克阳 日本战后的30年 日本文艺界是思考过西方对日本政治文化影响的 阿基拉主题也隐隐约约的在探讨 要不要摆脱美国的影响 反映了日本人对未来的担忧 从历史上看呢 阿基拉漫画发表了1982年 动画是1988年 加在中间的1985年呢 就是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 就是日本泡沫经济的开端 日元升值、房价股市暴涨 随着经济腾飞 日本的自信心也空前高涨 阿基拉动画上映之后的1989年 日本可以说不 这种书就出版了 大家可以琢磨一下这个时代背景 另外呢 我们都能看出来 阿基拉的爆炸和原子弹是很像的 大友克洋说了 受外国政治影响前途未卜 然后阿基拉他其实说的就是一个 日本反复追求力量 然后反复挨诈的故事 我们先不管大友克洋是不是在隐喻什么 这些主题拼在一起 阿基拉漫画是契合了日本80年代 读者普遍存在的某种情绪的 如果说阿基拉在国外的流行是动画 让不熟悉日本文化的西方观众开了眼的话 他在日本的成功则是建立在以上这些历史条件之上的 没有大友克洋可能也有其他作者来讲类似的东西 好了 那说完了历史 阿基拉的今天的读者眼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原来的读者基础没了 阿基拉核心反映的是日本战后30年内人们的想法 就像大友克洋说的 是他少年时代的感触 今天呢距离阿基拉发表又过了30年 时间走的比阿基拉还远了 那日本国内外的读者恐怕都没法体会当年读者的感受了 所以阿基拉的主题呢有一定的时效性 有个相似的例子就是前一阵上映的沙丘电影 也是口碑两极端话 也是一般人说画面好 一般人说故事不行 沙丘诞生的1965年 它的流行呢就和当年世界范围的石油危机有一定关系 也是当时的读者更容易感同身受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风格和如今的读者偏好有差距 大友克洋的画风呢咱们之前提了 除去表现力革命和赛博朋克那一套 人脸呢说好听点就去掉了一镜 更直白点就是画的丑 实际上自从阿基拉之后呢 大友克洋也努力让角色变漂亮了 比如眼睛变大 人物变酷变可爱了 但是它的写实风格还是过于硬核 和当年的主流风格不是一个鹿子 再加上它是个青年漫画 受欢迎程度其实是有一定局限的 我说个数据大家听听就明白了 阿基拉漫画被一区漫画界的大神捧的那么高 它的销量是个什么级别呢 根据维基百科的说法 2000年的时候阿基拉漫画在全球的销量是700万 日本200万海外500万 同样是维基百科的说法 龙珠在2000年日本的销量是1.2亿 所以说到底呢 阿基拉就是个中等流行程度的精品漫画 但是远非最流行的那一档 第三个问题啊 也是我这两期视频的总结 就是为什么有些神作觉得没有那么神 其实就是作者不够俗 一个作者如果要立志做一个能穿越时代的神作 俗的部分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要 漫画也好动画也好甚至电影 绝大数的观众呢 就是冲着消遣性的目的来看的 再怎么神作 都要满足读者的消遣性期待之后 把能抓住观众的故事讲顺流了才能说内涵 跟大有克阳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另外一位日本科幻动画导演安野秀明 我不认为呢 安野秀明比大有克阳高明 但是我必须要说 同样也给读者搞了一套若隐若现的内涵 但是人家安野秀明俗的部分做的是真到位啊 哪个青少年能够抵抗开着机甲带这帮漂亮姑娘搞格斗的诱惑呢 而且安野秀明不论讨论的主题人物化的漂亮程度 反映的九十年代青少年的心理状态都比大有克阳这个路子更能讨好更大范围的一般路人观众 今天的读者即便感觉不到主角那么颓了 但是看看战斗场面看看三角链也挺开心对吧 安野秀明就是更懂Otaku们 其实大有克阳这个人呢做事情就一个思路堆 堆画面堆主题 但你说他有没有想的很清楚呢 我看未必 但是安野秀明这家伙是动脑子用巧劲的 所以呢想成为跨越时代的神作俗是必不可少的 青少年三角链就是比日本战后的国际关系更能穿越时代 更能留住新读者 对于有志于搞深度主题创作的人来说呢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有品味 好了有些读者还是会问你说的道理我也懂 有些作品我也认真看了 还是觉得不好看那该怎么办 话说呀当年舌尖上的中国播出之后很火 有些人就按照节目介绍的美食跑去吃 然后觉得不好吃就去问菜兰怎么回事 菜兰说呢何处人吃何处菜别勉强 所以呢我们该有一点魄力啊 觉得不好就是不好不用勉强 不管勉强自己还是别人 好了感谢大家的三连和关注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